天文台在早上10時40分發出一號戒備訊號 預測本港的風力今晚到明早上會增強 到時會改發3號強風訊號 超強颱風天吐目前集結在香港東南偏東 大概730公里 天堂台說天吐是成熟的颱風 今早上穩定向西北偏西的方向移動 預料已時速大概18公里 橫過呂宋海峽進入南海 本港明天的天氣會明顯轉壞 天吐朝早進入本港800公里範圍內 市區中午仍然天城酷熱 天文台在早上10時40分發出一號戒備訊號 預料今晚至明早可能改發更高訊號 我們預計天吐會在明天至星期一 相當接近珠光後一帶 對香港會造成嚴重威脅 所以市民要提高警惕 根據天吐現時的預測路徑 我們預計本港的風力會在今晚至明早 是會增強的 屆時天文台會發出三號強風訊號 天文台預料明天天氣明顯轉壞 又狂風大趙雨 而在天文大潮影響下 天吐引起的風暴潮 可能在明晚導致低瓦地區水浸 市民要盡早做好防風和防水浸措施 無線電視記者曾百貴報道 記者黃曉瑩現在在啟德郵輪碼頭 曉瑩 天氣有否明顯的變化 是的 其實這個間中也有些風 不過大部分時間都很熱和很危局 而碼頭方面就已經開始做防風的準備 剛才看到一些工人在試防風閘 準備如果有三號訊號的時候 就要落閘擋風 另外受天吐影響 今天港龍和華航都分別會有一班 來往本港和台中的航班要取消 而國泰和港龍宣布 在明天下午6點開始 所有來往香港的航班都會取消 機管局呼籲旅客在出發前 最好留意最新的航班資訊 我們在此報導是這麼多 先將時間加回美新聞報